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在创业吗 你不是说你有100个员工吗 你现在在干嘛 你在做前台啊你啊 亲爱的小美 我为了你真的 我把那100个人工资钱全省下来了 就为了咱俩过日子 但这个公司我告诉你 绝对不一般 今天这个公司 将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惊喜 还有很多的线索 感觉到了 这前台就给我们很大的惊喜 我是太不像前台 他这脸也给咱 这叫什么门面 这门 这门 这面 长长久久 对对对 欠债吗这公司 不欠债 我们一会能进去吗 我们就现在都带你去 一会保安部给我们轰出来啊 不能老板前台保安 都是我一个人对 你这门脸是能比较出来的哈 哈哈哈哈 这样吧 那个咱们是要屋里聊好不好 好 好 今天那个还有一位好朋友 我们的那个关关也来了 关关来了 我们转身有请关关好不好 来 哈喽 关关 我来晚了 关关你终于来了 我来了 哈喽 我来晚了 我加班 关关 你以前喜欢过我 没事 这是我现任 对 现任 对 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最近我们的公司呢 推出了一个新款的剧本商 正在和小红书合作 共同招募内测体验官 知道大家对这个内测资格 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和小红书一起设置了一个 考验和观察力的小测试 要想获得内测资格 以及我这里的线索 就要完成本次测验 嗯 好 我们又分成四组啊 然后我们有四个主题的展示 给大家15秒的时间看 看完以后帘子拉上 你们要改动五个地方 让大家猜 可不可以发现 你这五个地方改了哪里 安迪 赵医生 王总 三个人做一组 你们是时尚主题 下一组的话就是 是邱颖颖颖 观观 樊胜美 都市白领主题啊 都市白领 接下来呢就是包总 樊胜英 还有我们的谢童 三个帅哥 三个帅哥 三几个帅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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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主题是原始人哈 啥人 哈哈哈哈 像 哈哈 那还有衣服吗 进去先拖 周口电影人还是山顶洞人 哈哈哈哈 太难了 谢童 你新来的 你能不能抗议一下 我们不跟樊胜英一组 樊胜英搞的 樊胜英 你招你热你的哥 你们这个主题 就是因为樊胜英定的 哈哈哈哈 原始人 你们是被他害的 能总换个主题 我不管 你们可以选东西 你们可以演那种 抓住原始人的两个猎人 可以可以可以 行 原始人就原始人 最后一组就是 小明和应勤 你知道你们是怪兰高手的主题 怪兰高手 对 平常他们是怪兰高手 我们是原始人 他俩就 怪兰高手 我们就原始人 我不管 我们要演铁皮牙童木 我 哈哈哈 我要 我要求我们五个一起演 原始怪兰高手 哈哈哈 行来吧来吧 开始吧来吧 那有请第一组吧 哈哈哈 再见了 小包总 我们先找衣服搭 安迪 有事你喊 喊歌啊 安迪啊 安迪 走上搜索 走 走陪我上搜索 你看他又陪上搜索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那我自己上多无聊 我也有点想上 就是你看着没 我们反正先搭一套造型 待会再在一个造型上改五个店 哦 这是时尚的衣服吗 哈哈哈 你俩盯谁 我俩盯两个吧 你俩盯两个 你俩盯谁 大俩盯娘迪吧 行 你俩盯那一样 我俩盯那一样 行好定好了 我眼睛太小了 就得就从你眼睛补一补 我眼睛近视 咱俩 你近视 哈哈哈哈 导演我们是有近视吗 哈哈哈 出了吗他们 哎这俩怎么办啊 现在三个人有变化的 你盯哪个 我盯那英姐 你盯那英 你盯谁 你盯迪哥 准备啊 只有十五秒的时间 你们要看好 来 这是原始造型啊 这是原始的 怪拉帘子 好请回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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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抖 出去出去 七抖环七抖环 领结领带 还有一架子一架子 帽子 练子 裙子 手表 我们俩盯着杨迪哥 他脚底下 一边四个彩虹 还有那个H 换装完毕 准备啊 开脸 我知道 那个 他这个领带塞进去了 然后莫金换了 他花的颜色好中里变了 救命啊 原来不这样 反穿了是不是 时间到 拉帘子 你们 等会儿 你们还拿我们当人不 我们现在说吗 答案 对 娜姐的帽子不对了 手表不对了 赵医生的那个领带 本来是在裤子外面 现在塞进去了 然后她的那个眼镜变了 墨镜变了 那那边呢 那没看见 好像啥也没变 两个的墨镜 他第一个是不是穿了西装 不咱各自盯人吗 怎么现在互相问人了 因为 他第一次穿了军大衣 改成花的了 他没穿过军大衣 交实贵 交实贵 他在颠倒是非黑白这人 你对军大衣有什么执念吗 不是 整体吗 不是 请揭晓啊 我这儿 墨镜换了 你们都抬币了 领带放进去了 太狠了 真太狠了 全对 太厉害了 我是那个 这个拿下来了 摸耳朵变了 说了 然后手表没了 说对了我们俩 四个 那四个了 四个 你们最后啊 没对的只差一点 我的领结 颜色 脸脸我门啥没看出了 没看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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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紫涛一直说 娜姐穿的是军大衣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就没换过 娜姐她说 你穿的沙滩衣 啊 沙滩衣 她说的是沙滩衣 我说的是沙滩衣 哈哈哈哈 我 我说 这么晚了 我说 第二组 该我们了 我们盯哪一个 我盯 我盯奖心 我也盯奖心吧 咱俩吧 我们俩盯那个 邱颖颖 杨子 你呢 我俩 那我俩就 就调新就好了 行 行 哦 我觉得这个的 这个的方式可以变 咱们仨可以 这个好难 这个给我吧 这个 那我拿这个 我告诉你们相信我 你们要我自己一个人 不不不 不用 我换晶晶 不是 我觉得 这个 你刚来的 你没有四个说 不是 就在在外面的比例 你能不能不要插足 我们蒙太插足 那你跟我们一起 我跟你们一起 你刚来 你炸乎什么 哈哈 啊 黄梓涛欺负惜人呐 哈哈哈哈 准备 拉链 他手里有几只笔 你啥颜色 记住 拉链 哎 你看 OK 我已经找出来了 而且我已经预测到了 他会少什么东西 我就这么告诉你 殷勤你小声点 他听得到他们变什么 就不变了 这个帘子不隔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哦 洪雷哥 心脏都难受 一直在 哈哈哈 在这给自己拔麦的 咱们 哎呀 换账完毕 换账完毕啊 开脸 那个笔没了红色的笔呢 衣服那儿过了个丝巾 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丝巾剪开了 大脸 乔欣你不是故意的 他丝巾剪了 你怎么就剪了一 你做就变了一处啊 乔欣的丝巾是 不是故意送的 那个不是一处 谢谢 那 那不算 那咋的 那你这是玩我呢 咱复完一下 一个一个说 从姚迪开始说 来来来 我们那儿看到 邱银盈盈刚开始 好像两支笔 是别到文件夹里面的 现在是捏在手上了 然后那个丝巾 原来是向两边开的 现在向一边开 然后这个衣服这个地方 本来没有东西 后来多了条丝巾搭在这儿 反正第二条我看见 就这三个地儿 我跟娜姐看到小美两处 包变了 包虽然都是白色的包 但是花纹变了 对 有格子的和 第一个是有格子的 后来是没有格子 对 第二个笔 原来是红色的笔 在一个黑色的 黑色的文件夹 后来变成黑色的 来大家安静听听这个人说 来来来 你观察的是乔欣 乔欣你观察 听我说哥 他没有变化 看到的是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万一五处在身上 你能出去吗 他真的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行 相信我 行 那就刚好五处 脸哥 我敢保证的 小美文件夹的颜色 变化 颜色没变 但是它的边儿 由灰黑变成了纯白色 我的妈呀 那包多了 这是必保的 必保的 来请打开 我没有变 啊 我看我说他没变吧 我就说你没变 哇 声音说的 杨青青 你好厉害 你说那是观光 我说的杨子 不对 人家是杨子 对 那我俩就 就瞧心就好了 讲一下 那你们怎么就两处呢 什么可能没变 我们瞎了吗 我们 你这个领结变了 没有 他完全没有变 我这个玩意儿 我一直 我一直是这样的 我的你们全对了 真的 你们全对了 我刚才是用红色的笔 然后那个是一个夹子 没有这个白边 现在这个白边回来了 然后包不一样 全对了吗 全对了 导演你看我们多聪明 所以小美的全对 对 但是 还有两处你们没有发现 我不管了 我不要了 王子涛一个人火眼睛睛 看得 看得观观的两处 他说没变 来 火眼睛睛 你说 你确定你变了吗 对 两处都在他这 我觉得导演 我觉得不是特别 符合游戏的规则 因为你说变动很大 人还没说呢 人还没说呢 说 我的眼镜本来是有镜片 现在没镜片了 这灯光问题 高级 这个高级 你看我师哥说我高级 你观察不仔细 对 还是没看仔细 来找查 还有一处 就是我本来口袋里塞了手绢 然后现在没手绢 那你随便摸你去 不是 手绢在外面露边的 露出来你都没看着 真的没露 没有 绝对露出来了 他还说真的没露出来 他刚才绝对往我这里看的 我当时心里想 完了 我这一处不动了 结果我就堵你 最后的眼神是茫然的 我想这绝对稳了 不要闻 来 第三组 衣服还不能太大变 太大变了 容易看出来 就是小部件 小部件 那咱们先商量一下 咱们怎么盯 我跟大姐也盯红雷歌 红雷 嗯 我想盯 我还盯那个谢同 我们俩盯杀一个 好 我们俩盯樊盛音 这样可以吗 我的后背有没有很坚挺 换装完毕 来了 我的天哪 我可以 拉脸 我可以 我可以 请改装 他仨老认真了 真的很认真 脸上都还有那些稻子 对 主涛你盯了吗 我选三个全盯了 我让你见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超能力 等一下 黄主涛说了 他三个全盯了 我不用非得把我说的话 重复给大家一点 我们想让你展现一下 你的智慧 怎么了 怎么就不能说了 这样 我们先不说 待会儿让他先一顿说 你先说 我看一下跟我们说的一样 最好你就保持这个姿势睡一觉 一般 一般你说的也说给导演组一般 让我们也说一般 行吧 小蜜一会儿 换装完毕 S 开脸 哎呀妈呀 真好没变 这鸭子是不是 没有 这鸭子没有了 这个鸭子 哪 鸭子 脸颜色变了 放这边 大脸 回去吧 活着 做 红雷哥 搞我三个 我发现了 他那个机原来是横着的 然后他现在变成立着的 然后他的裤子只有一个插 他换了一条裤子 哇塞 那个蟹童两处 红雷哥一处 紫涛 我觉得你来就行了 你特别厉害 我先说红雷哥 先来说一把 红雷哥少了一个武器 你没发现吗 我觉得就是恳请大家 能不能单独一个机器 和那个我们的PD 专门给他一个屋做后彩 好吧 你们要用就往里剪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 加倍来处打 红雷哥少了一个武器 完了 蟹铜的裤子换了一个 换了一条 我们不听他呢 你现在不听不行 他单独说一把 我们说我们的 我单独说一把 好的 他的裤子原来只有两个叉 换了一条大的裤子 然后好几个叉 裤子不得换 你听没里面都叫了 第三个 是同的那只鸡 从横着的变成 叉在里面的了 红雷哥我是这样 脸 从这边散道 变成这边散道的 然后鞋有变化 穿反了 我们一点没看出来变化 你看谁的 杀艺哥 杀艺 觉得他没变 好嘞 那我们请揭晓了 来 链子开 原来没有武器吗 你别说话了 我也跟脸哥是一个意见 单踩吧 你鞋换了 你那草鞋换了 我告诉你们 其实都沾哪边 但是你们都错了 我鞋倒过来穿了 那一样 那就换了嘛 就是换 就鞋不对了 那是脚不同的话就圈出来了 就是圈的那 鞋不对了 哎呦 从那边变到这边了 对 错了 反正你脸变了 一直是这边 然后这边加长了 对加长了 也就是脸加长了 对还加长了 脸加长 那也算了脸就算嘛 对吗 不是你圈在这 你圈在这 但你说我换 换边了 你就差太多了 你这个鞋刚开始不是这么放的吗 不就不管放的位置 怎么穿了 就是鞋换成大鞋了 所以我鞋对了吧 刚才两个鞋不一样吗 两个鞋不一样 小鞋换大鞋 对黄鲁头疯了 我这应该没踩到吧 你有啥呀 让我们这样 键换了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 我这个不换了 原来是这样的 这哪里很明显啊 今天这场最佳MVP 就是那只公鸡 我觉得是 来最后一期 紫涛亚轩 来啊 来咱们飞一下宫 对你飞一下宫 对你飞一下宫 我们四个人盯着那个苏亚轩 好 飞一下宫吧 飞一下宫吧 咱们慌了 那我们就盯苏亚轩吧 那我们就盯苏亚轩吧 那我们呢 你们盯着你黄子涛啊 他俩就俩人啊 就俩人 这么多人盯有必要吗 哈哈哈哈 你们对我进行严重人身攻击 哈哈哈哈 紫涛最失败的是 没有一个人看你可怎么办呢 哼 我告诉你 我这是我要弄太多地方了 准备好了吗 好了好了 好开始 没人啊 哎呀看看吧看看吧 算了算了 你打面子看看吧看看吧 哈哈哈哈 他俩是闭眼睛的吗 他俩闭眼睛 回来 你回来你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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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来一遍 来关联 我几瓶店小宋这样进来 咦他们 哈哈哈哈 一个闭头一个闭眼没人 准备开始 拉脸 你还选那杯子是不是没水 有水有水 他为什么换水了 打开再看吧 再不拉开我们就走了 哈哈哈哈 来吧 好准备 开脸 水壶子水没了 水没了 鞋带系上了 哎呀就这鞋带 蓝球换了 拉脸 裤脚 黑的有红标他现在没有 雷哥说对 原来黄彤这样似的 反了反了这样似 他是右腿上去的 没有咱画圈是 画圈是这么画的 啊 我们就说裤子 黄子涛的户外换了换了 黑的有红标他现在没有红标 我送你一出 红标 吓死我了 你刚才为什么要带你这个呢 我换衣服不要人碰 那不怪我 那不怪我 鞋带还有 鞋带 谁的鞋带 黄子涛 黄子涛两个脚都散了 然后都记着了 不说那么细 黄子涛鞋带变了 管他 鞋带散 小明是水杯的水到了篮球换了 好请打开 我们揭晓啊 那水 你这水又回来了呢 拿错了 拿错了 真拿错了 他拿错了 那水杯不算 不能这么玩 你们都要这么玩的 行送你一个 送你一个 送你一个 凭什么也不需要送 来 紫汤你说吧 篮球换了这个 明摆着送你们的 又送我们 猜中的都是送 然后鞋带 鞋带系上了 送你们的 前是送 我们是笨蛋 我们是笨的 我们都是笨的 哈哈哈 户外里面有一个蓝色的 蓝色的取出来了 嗯 啊 裤腿变了吗 不是 裤腿不是变 裤腿他让 他说你 他说你要不要裤腿 我说我算了算 我还不变裤腿 我就撸下来了 那对 这也算 这也算 那这也算 紫涛 这个你的心思是不是 缜密啊 但是 规律 行行 就纪律 他们赢了 对吧 男子汉 来 小宋水 有 穿了袜子 你袜子我们都看不见 看不到 这都遮住了 看不见的了 我之前特意了 特意这样提高了 没有 刚才没有 我没看到 你们对我们两个小孩 真的是百般的刁难 在我们这儿 没有什么小孩不小孩的 大家都是队友 哪来的大小 就是 走时候不换篮球了 对啊 我以为越多越好 就是你 太终了了 恭喜大家 通过了小红书剧本纱 内测官测试 小红书上有很多的 剧本纱测评 想了解剧本质量 玩剧本纱 不踩雷的话 就来小红书APP上来 仔细地看看吧 把最好的线索给到 欢乐送三美 还有原始人组组 原始人三帅 来 谢谢 今天我是发生一起车辆坠河事故 两名乘客一死一伤 驾驶司机一死是 曲氏集团千金 像是驾车死的 天哪 他浑身水是河里的水 他地上是窗玻璃 那他怎么爬上岸的呢 我们看到的是假象 假象 他其实是淹死的 他不是在办公室死的吗 不对 咱们今天是2021年 2021年7月29号 这是2020年7月29号 他死一年了 你来 死了一年了 鸡皮疙瘩起了没 起了 说他也死了一年了 一年前就 所以我们在催眠的梦境中 看到他是浑身湿透 地面上那渣子是汽车的 挡风玻璃的渣子 对 但是这个梦境是假的 所以梦境中 跟现实一些事情 穿下到一起 是有关联的 人的梦怪里怪气的 都是这样子吗 还有一个伤的是谁 一死一伤 盈盈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有过很奇怪的人 有 就是那个医生 就是我跟 殷勤去买房的那个销售 他其实是个医生 对不对 是不是他聪明的我 恭喜二位 他是售楼部的 还有最近发生一件 非常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没有今天去过 曲潇潇的办公室 但是那上面显示 是我去了 好 这事就跟曲潇潇 有密切的关系 最近曲潇潇 和我们公司合作的账号 疑似被盗 登录的地址 就是你们工作的 咖啡厅 咖啡厅 嗯 而且 我最近 也时常收到一个 自称为曲潇潇的人的短信 被盗的账号 与所有人相关 来 给我们大家读一下吧 这个账号登录 第IP一场 绑定手机 更改为 1701 这是我们 欢乐送 WiFi的手机号 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所以说让公司的人呢 去追踪了一下 居然发现这个号码的 注册地址 是欢乐送小区 2202 我们家 在仨的房间 刚刚说到这个号码 有一个关于他们发过来的短信 为什么不告知我的前提下 单方面解除和我们 曲氏集团的活动合约 你以为我曲潇潇好欺负吗 我们刚才从催眠过程中 又分析和总结了一部分线索 我这个没看过 我这个没说过 不用说 只要眼神好 不管什么线索 都是收入囊中 这个号码 你似乎有点眼熟 官官曾让你帮这个号码缴费 为什么要我帮忙缴费 你给我拿朋友吗 没钱了 对 这是我们三个用的WiFi 你帮我们交费 等于说殷勤也交过费是吗 对 他也交过费 他交费 但不一定他们两个会使用 对 一定找使用的 只是他们知道 知道这个事情 我的信息告诉了我 我们曾经把这个号 给过安迪用 我的那个就是说 安迪也知道这个账号 我们三个女孩全是一样的 安迪姐 我觉得你有问题 我也觉得你有问题 因为在第一轮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取晓晓还没死的时候 赵医生说 他给你开了一个药 那个是治精神的 但你说我没病 但是这个药你给了小明 但是我跟谢彤 还有取晓晓 我们三个吃的是同款维生素 但是维生素不是毒药 可是你的药有问题 太对了 求赢了 你要有我们家的用户账号 好了 天呐 借刀杀人我的药 给你治病的你用来杀人 但是也许你也有问题 你们俩都有问题 我早就怀疑了 我第一次见你们两个人 我就知道你俩有问题 把这个人抓起来 我们在这种情境是好人 你俩快自暴 跟我没关系 我抱他啥 他说我有问题 我告诉你 你先坐下 我是好人 我是怀疑你 但是 我是探长 没有 你是探长 我就是一个家族遗传精神病 但是我没得 我的弟弟很严重 我的确是开过药 找赵医生 赵医生给我开的药 是因为我的精神焦虑 我睡不好觉 安眠系列的 但是我也偷偷摸摸 给我弟弟开过药 我不想让所有的人知道 我的家族精神病史 我只跟一个人说过 就是跟包子说过 小包总 你知道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知道 那那个药呢 你有参与 或者你有怎么样 我是不参与吃的 但是没什么事 晚上我会让他吃药 因为弟弟 有的时候他会发病 探长是怎么来的 今天是自封的探长 所以探长就一定不是凶手吗 不可能是凶手 所以探长有可能是凶手吗 自 探长如果是凶手 你别跟我演了 如果探长是凶手只有一个点 因为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画面 是在被催眠的状态下 所以可能探长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杀了人 你居然不信我大哥 你也不信你 我告诉你们现在很怀疑 因为现在 现在咱们谁都不知道 咱们在梦中到底干了什么 我给你们说 你听我随便说 我跟你说你一定有问题 你不管 你不管我有没有问题 我给你分析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梦里面他被人用毒杀了 现实生活中 他已经死了一年了 我们现在找的是梦里杀他的凶手 他梦里是被毒死的 因为给的报告就是他被毒死的 就这么个事 被毒死的就被你毒死的 不是被我毒死的 我也在找凶手 你是医生 只有你知道 如何把维生素跟安眠药 混在一起 我给的药是给到安迪和他弟弟的 我就没有再经手这个药物了 酱 我觉得咱们现在 直接去咖啡厅吧 直接走吧 直接去咖啡厅 咖啡厅走吧 我现在觉得有个地方解不开 就是报纸的时间线 跟其他的都对不上 然后催眠的时间是2021年的 7月29日 但曲小小死的时间是2020年的7月29日 而且我没有去曲小小公司 但是我却有记录说我当天去了 要不就是我有病 我说白了 就是我不记得这一切了 要不就是有人陷害我 以我的名义进去 但我现在真的不明白 这个我没搞明白 哎呀 我们 还用 哎呀 上头了 快点快点 来 来 不用 我得跟你说啊 嗯 这次留给蒙探们的挑战 看比悬疑大片 就连我本人都置在其中 对 蒙探团呢 每次的穿越难度都会在升级 所以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 我有的时候就会在小红书上看 影视迷暗集 那真的有超多高分悬疑作品 烧脑的剧情 真的可以培养大家 更好的推理能力跟习惯 说得非常 你刚才说的叫什么 《影视迷案集》在哪儿 在小红书上就能看到 不不不 他不太喜欢这些作品 你看有推理 有悬疑 烧脑的内容 给了我们很多这个剧本上 创作的这种灵感 特别是看着这个剧情 反转反转再反转 就是越来越猜不透 真相你越想看下去 对 所以老师 你赶紧在小红书上 就搜索推理 你看就能看到了 我保证在这里 你一定能看到 你想要看的烧脑悬疑影视剧 行了 那我先去忙了 你慢慢看 对对对 手机多少钱我都买下来了 一会儿给我手机下一个 没问题 咖啡咖喱印度尼西亚 哇 哎 老奶奶 妈呀 我那是 你妈 你的妈妈 谁妈 谁妈 小美呀 小美 小美 小美妈妈 雲青妈妈给的消息果然不错 你们真的在这里啊 妈您来这儿干什么呀 你还问我干什么 我听说你把房子卖了 是不是 我卖房子怎么了 您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就问问你 你怎么不跟你哥哥商量一下 你这本房子卖了 我凭什么跟他商量呀 我爸躺在床上 半死不活的 是不是我花钱养的 我哥一分钱不挣 那房子是不是我花钱买的 我想卖就卖 关他什么事情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你干吗急着要卖房子 你认识的那个有钱的朋友 他不是富二代吗 你之前不是跟他 借了一大笔钱吗 我听说他人都出事了 那正好这个钱就不用还了呀 你把这个钱拿给你哥哥用 不就正好吗 妈您说的还是人话吗 怎么 我借您的钱 就算是他真的出事了 这钱我也是要还的呀 那你就不管你哥哥了 你怎么这么狠心呢 你狼心狗肺呀 你没看着你哥哥 现在都家都没得回吗 你 你 你现在眼里出了钱 还有什么 你现在为了钱 你什么情分都不管了是不是 行 既然您都说出这种话了 就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 那行 我什么都不管了 这 我钱一分不会给你们 我告诉你 这个家有我还活着 就没有你说话的份 一个无名的东西 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 就知道人家人才管我要钱 我 我不管 你 你把村长给我 我自己保管 给吗 对 我管我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没像你这么没良心 真是的 真是很没良心的东西 真是的 你快点 你自己想想 这么多年了 你生了我你养过我吗 你每次打电话 除了管我要钱就是要钱 你说过一句 你喜欢问男的话吗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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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儿子好是不是 他孝顺过吗 他给过你一分钱吗 谁孝顺你看不出来呀 我儿子没你这么狠心 你还不得把我杀死呢你 你没良心的东西 我今天把话说在这儿 你要是不给你哥哥钱 我就不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你 你看着办 对 看着办 打死你 不理他 不难过了 我等你的消息 阿姨别生气 阿姨你怎么这样啊 你要不给钱 我还来找你 我告诉你 我还来找你 你别怪你这儿子了 他一点没充气 是 是 你回来 你回来 我给你钱 别难过了 三姐 小美 让你哥哥给你道歉 快点 道歉 怎么道歉 你快去转一下词 小 妹妹 哥哥对不住你 再给哥五万块钱 你什么了 以后就再也不找了 一次性 一次性 再打五万 是人吗 你 你记得哥哥 小明你打他 打他没事 你打他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咖啡店 我是这里的老板 大家里面请 走吧 杨阳 今天你带这么多朋友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想问一下老板 就是你们有谁用过 那个170的那个电话 有打过电话吗 这儿的人 这个号码确实看着很眼熟 可是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盈盈 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吧 大家好 我们店马上就要周年庆了 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些 新口味的饮品 一会儿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但在品尝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来看一看 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度 如果测试的好 我会把这个号码的历史记录 交给你们 因为这是一个考验 大家默契的一个游戏 所以说需要派出一位挑战者 坐到前面 挑战者需要选出任意一个杯子 每一个杯子里面 有一个对应的数字 挑战者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 符合这个问题的人请起立 如果起立的人数 和选择的数字一致 那么视为挑战成功 我抽了啊 头顶没有秘密的站起来 什么 什么东西 头顶没有秘密的站起来 头顶没有秘密的站起来 各种秘密 起起来就行了 你也起来 头顶 是不是要头顶没有秘密的 发育线粉 头顶 多了一个人 你心目中那个是谁 我也不知道 总觉得有人 总觉得有人头顶有秘密 你这个头顶有秘密 是什么意思 你能说清楚的 宝贝 喝了宝贝 请去喝 去喝 就他有秘密 就喝 就不断了 粉红色 这什么 柚子 是不是柚子 番茄汁 特别酸 有秘密的人真是不自觉 小个好吃吗 我想吃那个巧克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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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那巧克力 我去看他有 我想想 这个更难去说了 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环视 你不知道我们谁愿意站谁不站 你就出就完了 这个个人愿放在一边 集体荣誉才是最重的 他出题的时候就带有个人愿 觉得自己唱歌好的站起来 肯定会 站 你们都站起来 唱得好的站起来 都站 你不能这么弄 你这么弄的话 那些搅和的人 肯定都觉得自己唱得好 你不能这么弄 我怀疑你就是一个 他就是个搅和 他肯定是搅 你为什么这么 刚刚杀一 你这么 不是 我那么认真出的题 杀一个头顶有秘密 不可能 好 这样 在电视观众的心中 唱歌好的请站起来 我呀 谁是电视观众 我也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是我爸妈也是电视观众 对 对 不要不要 我爸妈觉得我唱得好 对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 你作为一个职业歌手 为什么 你得看个数字是多少 你们 你们仨 你 还有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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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压力太大了 我认真出题说我搅和 我惨不惨 安迪姐 我刚刚 他们说我刚才出题反而对的 被你一骂 我都骂蒙了 还说我搅和 瘦了你 几个 七 那我们一开始真的有那么多人 后来评估了一下都落下了 算了 就这样吧 我喝 喝饱了 你都没对的 混合 是混合 三个混合 你给我骂的 我刚觉得那会儿差点对了 来 我刚刚头顶有秘密 那个有针对性 是谁 好 不聊了 来 就给 觉得在这个行业很对得起 电视机的关注朋友 跟对得起你们粉丝的人起立 我那多点就全得起 我太胖了 我对不起观众朋友 起来 不是 等等 我数你数一个 不行 我数错人数了 你好好是吧 问题是你这个答案 有谁会觉得自己对不起观众 你随便要做 我以为八个人 我怎么可能觉得 我自己对不起观众 我不是 他都说出来 我以为八个人 他抽到的是八 那我们谁做下来 你觉得 在你心中 我们有谁是对不起观众 谁是对不起观众 我肯定是对不起粉丝 你要说真对不起 那只能长这样 我对得起多迷 我讲个对不起 但是我才华对得起 是吧 你是什么意思 牛腊一圈 不腊一人 你这让谁输的 我说一说一 我刚刚数错了 太疼了 唉毒请起立 谁都可以当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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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合 还真狡猾 真是狡猾 怎么了 他指的就是年轻的这几个 老的也能当爱豆好吗 那你不想让他赢吗 导演 爱豆怎么 爱豆是什么 你不是爱豆 我是老爱豆 你说 我就不明白了 你退意了 没有 老年也有爱豆 老年人也有一个老年的爱豆 你别捣乱了 你这个形象 而且杨子也是爱豆 他太捣乱了 我捣什么乱的 爱豆是什么 娜姐 爱豆不是那种 娜姐是我们的偶像 对 但不是那种偶像 同志们想牛就不能炸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爱豆 咱们是为了游戏赢 对 咱们在赢 你现在完全在破坏游戏的规则 不是 那好 我忍了 三 二 一起立 超级爱豆的笑容 都没你的天 八月真五的样光是 你坐下 贏了吧 恭喜大家 第一题获胜 巧乐兹的代言人 一起零 走着 三二一 张回头 一起零 我拍过乔乐兹的广告算不算 广告不算那种叉 那就整整搅和了 就觉得搅和没 好搅和 来 请喝 啥呀 选择了一个好喝的 牛奶 果然 喜乐巧乐之就好 酷 我给你说 纳英姐 你这把完完全全 已经暴露你自己的身份了 因为你已经来不及待 迫不及 你已经迫不及待了 看安迪怎么破坏游戏 问了一些驴头不醉 马嘴的问题 然后大家都站起来 也不知道谁 从爱豆那题就是 对 这个简单 我都不用回头了 五十多岁的 站起来 什么 五十多岁的站起来 五十多岁的 五十多岁的 五十多岁 我没有五十 是什么 他还跟 他站起来还跳吗 对了 五十多岁的 是吧 终于对了 好吧 还鼓励我站起来 五十多岁 2004年的站起来 有吗 就啥点名 2004年 我赢吗 对 对 我赢了 你是说个姓宋的 站起来 我就说2004年的站起来 也是证明默契和了解 多复杂 噩梦级别了吗 场上戴妆的站起来 什么 戴妆的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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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妆是什么 化妆了 就是大家化妆了 变起答对 变起答对 好聪明啊 第一个 你应该感谢我的了解 全是我 都注意 戴妆的人就是我 又开始凡尔赛 变起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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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里有两个字的站起来 不是 名字里只有两个字的 只有两个字还行 我疏忽了 对不起 你少主这个谁 我是个三 三 三 那我可以为你改三字 喝吧 哥建议你选 选四号 选四号相信我 四号 四号相信我西瓜汁 那我来 你街头摆摊了 哈哈 我看一眼啊 我看一眼啊 喂 就是在观众心里啊 男性啊 颜值比较高的啊 请站起来 在观众心里啊 不是自己心里啊 听明白没 不是自己心里啊 观众心里颜值 有个人我知道 肯定想往起站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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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啊 孙漂亮 你快点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 你坐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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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呢 算漂亮 答对了吗 观众心里 答对了 答对了 我就怕有浑水摸鱼的 在里头 这不是简单吗 干拳 这个哈 啊 那个二十岁以上的站起来 二十岁以上的站起来啊 不能带岁数了 不能带岁数了 啊不能啊 对不带岁数了 啊那都知道多少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我随便说一个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换个数换个数 啊换个数了 啊换个数了 先来 哈哈哈哈哈哈 就你在里啊 很好 很难排除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刚坐那儿我看着你我也难受 摘不出去 在咱们这个 呃 这个今天的推理当中啊 觉得自己没绞合的站起来 没绞合的 哈哈哈哈 有这么老多呢 哈哈哈哈 那我喝吧 哎 几个呀几个呀 五个 五个 我就错了一个喝个三个一啊 芹菜 土瓜 西南瓜 我刚才不应该说搅和 我觉得啊 我刚才应该说 认为自己擅长推理的 应该也就四五个 你肯定不是起来了吧 擅长推理 我早就自趣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说我要说擅长推理 你是不起来了吗 没有后悟药别说了 你说您这那呢那呢 你干啥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快出题 会武术的人 没了 摔脚 哈哈哈哈 我学了咏春也不算吗 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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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干嘛 逗逗他 第二题 觉得自己唱歌 不是最优秀的人 请站起来 不是最优秀 我还能优秀吗 你还需不需要了 你这笔会被发现了 什么笔会被发现了 我哪有 你还需不需要了 怎么会 你找着 那这个不罚你喝果汁了 但也不算赢了 作废了 哈哈哈哈 来 最后抽涌映 来 是啊 Estoy 是一吗 提示我们 是不是提示的 芙乐认为自己是 最搞笑 最综艺的人 其他的人站起来 你能明白吗 没明白 啥意思 就是 我明白了 因为这数了吗 不是 就是 在综艺方面 非常优秀 跟 就是包含也上过很多综艺的人 不站起来 其他的人站起来 啥意思 等会儿 你这还排出法呢 你直说行吗 有话直说 不是 不是 你就说 杨迪别站起来 对 就是认为自己的综艺感最好 在综艺方面是这个的 然后不站起来 其他人都站起来吧 要像杨迪哥这种的 不站起来 其他人都站起来 我也去 我也可以 也可以 赢了 你怎么坐下了 你也没想起来 自己综艺感好 他是表情低 我是表情厚 我当然是 再来一题 跟我一起睡过觉的人站起来 恭喜 答对 你这有点狠 真的 你得谢谢我 刚才不自觉吧 姐姐 你救了我一面 天哪 恭喜大家完成了测试 我们店里联名巧乐兹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创意奖励 请大家分别利用巧乐兹冰淇淋和本店提供的材料DIY 为巧乐兹创造出一款本季菜单上的新甜品 并为他命名 请享用甜品吧 跳跳糖 站下跳跳糖 既然加了麦片 就叫他麦片巧克力巧乐兹吧 你来点私情话意好不好 最美好的一天 好吃 草莓的好吃 我这个好 你看 有一颗草莓干 最没滋味 喜欢你没道理 遇见那一刻 原来你没有跳跳糖 我这个叫 绿野仙踪 好看 刚才在各位的潜意识里面搜集到一些证据 秋莹莹 最近打电话投诉了维生素公司 说吃了以后有一些不舒服 吃了不舒服 但是她是投诉了 也说这一件好事 她说的是对的 我如果是坏人我不会投诉 我是吃了正经的维生素 我只是感觉有点不舒服投诉了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顾客反应 我的是 应勤最近频繁了解精神疾病 及其相关药物的知识 为什么要了解精神疾病的 因为我怀疑 是不是到底有精神病 我怀疑 就是我不是怀疑你 我就感觉你有精神病 我的线索是赵医生给安迪开的精神药物 每次都多开了一份 给你多开一份药 因为你还要给你弟弟分 是不是 对 那你自己那份你都不吃 你还多开一份 对 那弟弟先一人吃两份 弟弟已经不行了 要把我毒死了 弟弟你吃多少一天 我咋知道 这么一把吧 我这是我妹妹的 小美经常到医院找赵医生拿药 但医院并没有她的问诊挂号单 医院没有你的挂号单 但是我刚才第一时间问了赵医生 赵医生的解答是 她很正常说是小美去替 帮你拿药 安迪去拿药 我帮安迪去赵医生那儿拿过药 赵医哥的线索是 凡胜英吃了从凡胜美包里拿走的维生素后 出现了胸闷头晕的症状 也就是说 她包里那个维生素其实是有问题的 然后是赵医生给开的 妈呀 你赵医生绝对是有问题了 我那儿没有任何维生素的药 我开的都是精神类的药 为什么你从她拿出来的是维生素的盒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维生素是不是 我开的都是精神类 被变成了维生素 你是不是经常吃维生素 我吃维生素 你吃维生素子 还能吃得不舒服了吗 你的维生素也有问题 我的没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会胸闷会喘气 会出汗 但是我只是说我会有点不适 但是樊胜伟 她包里的药是有问题的 因为樊胜伟吃完以后 有胸闷头晕的感觉 那也有可能是有人嫁祸我妹妹 把那个瓶子放到她包里面 然后哥哥就 他为什么误食了呢 我不是缺钱吗 上她包里想拿点钱 没东西吃 吃点药 一看有维生素行 也补充补充 最近水果吃得少 当水果吃了 我有个问题 今天你找赵医生拿药 你是在正规医院办活吗 至于我的专业是吗 这个时候 他的医院都是在电箱杆 巷子里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去找赵医生 真的去拿药的话 他在一个正规的医院 按理说一定会有单号 你有吗 没有单号 因为这个药单是开给安迪的 都是认识的朋友 所以他帮他来拿药 所以如果没有挂号单的话 他们两个人可能是 私下交易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因为正规的医院 不会不给单号 我有个线索 凡胜美 他就是没有问诊号 有没有你可能 借着我姐的名义 开给她的药 我有病 不是 我觉得挺聪明 天哪 我马上又被坐牢了 按照你这个说法 我就是 也不是没可能性 我就给他们开的药 让他们拿 那个药是我开完以后 直接给了安迪 不是给我 我想问一句 我自己已经去找了 赵医生开药了 为什么我还要 让别人帮我开药 对 我也莫名其妙 我也没拿过你的药 我自己去找赵医生开的药 我跟她也认识 我经常要开 我的目的是给她开 我也不可能让你给我开药 我觉得娜姐没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我们现在排除法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凶手是两个人 大家一定要信我 因为我是这次的探长 我的目的就是 帮助大家找出真相 她刚才说 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然后刚开始有人在催眠我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在帮我回忆 娶小小死倒是怎么回事 然后可能我中途有什么 失去记忆或者说 穿越了 怎么 对 但是我肯定是个好人 我觉得没有杀任何的人 然后我相信我的男朋友 应勤勤 因为她一直是全力地在帮我 而且所有的线索 其实都没有指向你是凶手 那谢童 我觉得你暂时也没有嫌疑 然后 这个小明 小明 我觉得 你可能跟这个故事有关 但我觉得你不是凶手 所以我觉得你三个都可以排除 如果按我的想法 酷 酷 你也是 关关肯定是个好人 明好人 她中途才来 她说的这些都是 场外一些信心给她的线索 她是帮助我们的 娜姐绝对是好人 刚才我有在误会她 但是后来我发现 刚开始给的那几局的线索 其实在混向我们 就是把那个矛头指向娜姐 但是我认为她不是 所以我现在有点怀疑洪雷哥 其实我现在最怀疑的就是 洪雷哥还有 沙翼哥我现在有点不清楚 我可以暂且把她排除 但是我现在算上她 然后就是 赵一生跟凡姐 他们四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地在 再问一问 爬一下 主要是我觉得按照 要的线索来走 取消药那个地方我没有去 可为什么那个上面登记 是我去了呢 这个也很奇怪 通过刚刚的测试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非常地有默契 也非常地关心彼此 所以现在我把这份线索 交给你们 外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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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从这个地方点出去的 外卖单 怎么都是咖啡跟蛋糕 咖啡跟蛋糕 咖啡跟蛋糕 黑森林 招牌知识蛋糕 忘了讲 2202 许潇潇 姓名是许潇潇 2202是咱们俩的房间 对 这是咱们俩的 那我们去咱们房间看看 不就完了吗 走啊 走走走 哎呀 妹啊 哎呀 线索当中这个词 这咋读啊这是 沙哥 遇到生词不要怕 咱们有大力正能学习灯呀 对呀 那他可是生词指哪查哪啊 问大力 大力大力 查词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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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会是学习神器 还能发音跟读打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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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 又学到了一个新单词 那是 回到家了 我们的家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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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时候怎么这样 这是 这是你吗 怎么那么傻 故地重游 你看他进哪儿像他 对 我进来的时候 也被这样照片惊了一下 来 我们请坐 各位好 这是在你们来之前 我们在关聚耳朽眼影和凡胜美加里面 找到一张药物单和两瓶维生素 妈呀 我就这找到的 我们看看维生素有什么区别 等会 这两个维生素不一样 不是 一瓶是维生素 一瓶是毒药 这是维生素 这是毒药 毒药是白的 咱们今天去做那个 真正的毒药在 这个 所以刚才子子说的对的 这两个药物的副作用不一样 所以你的那个药就是维生素 对 我的药是正常的 我是维生素 我是黄的 我是正经人 不是 我是 我没有 我没有吃这个毒药 这毒药就是繁解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线索 什么线索 我猜测凡胜美是有精神病的 我没有 因为 我没有 你不可以这样说我 因为她有两个线索对不上 她说那个她帮安迪去开了药 又说小蚯蚓把药让她检验 但这两个人都说没有 对 所以你们两个同事撒谎的可能性比较小 对 那她的兜里的那个药 她的哥哥吃完了 就是有精神病的这个副作用 反正 对 反正 我吃完的症状就是这样 对 对 出汗 面色潮红 会不会 头晕胸闷 会不会是你平时的这个身体状况 不是 不是 哥哥 你确定这不是更年期的症状吗 哎呦 不不不 这吃完你包里的药 我的症状就是这样 她包里的药刚好已经被她换完了 对 所以说其实真正想要隐瞒的 不只是你的弟弟 他就想隐瞒 所以赵医生一直都帮他隐瞒 所以你们的那个诊断单子上 才一直会没有说你是 就是因为我是神经病 对 我们家冠冠已经诊断了我的病情 说我有神经病 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神经病 但我觉得 说实话 我觉得我有神经病 你是有神经病 我觉得因为她有催眠的环节 所以凶手不知道自己是凶手 因为催眠过程中她有遗漏的 所以只能大家去对口供 看看有没有跟她的想 印象中是遗漏的 因为 你被催眠了 我不是凶手 我们进入的 到底是谁的潜意 是占据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其实曲梟梟梟在河里的画面 浑身都是湿透的 但是现在唯一的一个 很霸击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那个暴角怎么回事 对 很奇怪 你们啥意思 这个太奇怪 他从河里死了 让他捞出来 然后放到办公室了 那他给送的冷库给冻上了 然后过一年以后 又给重新垮掉了 这一年多一直在河里泡着呢 啥呀 他冻上了 他有这个能力 没错 我就是X-Man 哪有这么夸张 还冻一年 我认为这个误杀曲梟梟的人 孝大夫动了侧隐之心 然后就想把这事隐瞒下来 一年以后 把这个曲梟梟解冻了 然后放在那里 还解冻 还解冻 冻起来 我支持包总说他冻下来了 因为今天看到曲梟梟都发白了 我跟你们说特别奇怪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还忽略了那个从咖啡店点的蛋糕和咖啡 是以曲梟梟的名字 点到这个宿舍来的 但是如果那个新闻是真的话 曲梟梟一年前就死掉了 但是有人用她的方式还生活着 二零二的人是这样 这你知道的 喝咖啡吃蛋糕的人只有小蚯蚓 天哪 是我吗 等一下 你是不是身体里有两个人啊现在 不是 这并不代表是你宝贝 曲梟梟去世这个消息 你一直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 所以你老用她的名字 你用她的身份 帮她活着 对 所以你告诉自己你是探长 你要探究她真正死亡的消息 因为你不信她死了 如果真像他们刚刚那么说的 那就是你对徐萧萧的感情 你会有一种习惯性地去把这个东西点过来 是 我承认 现在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她自己犯了神经病 她自己不知道她杀了人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她的摄友知道她有神经病 因为他们离得很近 然后利用她 他们可能会给你把药换了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对 所以如果不是你 凶手就在他们两个人之间 但是如果她排除的话 凶手就是她 因为你从头到尾 你都有问题 来 那我们从谢同开始吧 他俩私底下沟通 然后你俩本来就熟 我俩不熟 跟他不熟 真的不熟 私底下嘛 谁知道呢 然后你就给他开两份药 然后他就掉包 然后掉包 对 对 我就是觉得他俩 就是 给我个理由 跟俺个说法 现在肯定是 就所有的指向 他是药物致死 而且药的来源 就在赵医生这 他多开的 开出来的 而这个合伙的人 就是我的妹妹 因为我在他包里 还被误食了 对吧 所以这个药就是 就是在他们俩这儿出现的 但是现在我就不太知道 他们俩为什么会合谋去害 害她 我害娶晓晓干嘛呢我 不是 你女朋友一年前就死了 然后我们在一年前就被催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本身就说不通的 她一年前就死了 我怎么管她借的钱呢 你中间要管她借钱 我当然了 我是刚借的钱 因为我爸爸刚刚瘫痪 我借的钱他才过来 他才跑过来管我要钱呢 我觉得你怀疑的这两个人 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呢 首先他们两个人在抱团 谁跟他抱团 我一扫我就觉得他有问题 没抱上呢 我从刚开始就说了 药物你是最懂的 因为只有你是医生 你可以分辨所有的药 你可以利用所有的药 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帮手 帮手就是跟你私下 走通这个药的人 这段表演有点模仿荣嬷嬷了 模仿荣嬷嬷 真正的探长只有在最后 哎呀妈呀 他又来了 又醉了 你需要药 我给你药 去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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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赵医生开的药 每次开一份 自己拿两份 又又药 药 赵医生的药 有人想问我 赵医生的药 我就不给你药 闹 去看药 想要我的药 跟我来报到 所以我就赵医生 自己可能有问题 我先不说话 过 你们先说一通 我说 我的确包里有这个药 可是我是在保护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 那你保护的是 你保护了他 我不告诉你们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好 我来说一下 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 赵医生 我一直问他为什么经常到我们那层楼 因为我买了一间大房子 但我那个视角是可以看得到 他们三个那个房间 2202 就是这里 他每次都是路过 曲萧萧那个房间 就来到他们的房间 至于进来找他还是找他 我不知道 我问他几次他不正面回答我 然后呢 我问他的时候 他从来不看我 他也不回答 另外一件就是 这位同学 我凭什么要让他去帮我开药 没有 所以我现在怀疑的就是 这个赵医生 还有盈莹 还有小美 三个人 对 我也是怀疑这三个人 怀疑我们探长 我想到了一个新线索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盈莹真的生病了 然后他这个样子 不小心给了 曲萧萧 然后所以说他其实 开车进入了河里 这个是真的事情 但是呢 为了让他不要自责 所以大家把他催眠 假装是大家去了 凶杀现场 让他知道这个事情 是他被他杀 而跟他自己并没有关系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温馨的一个结局 不是那种暗杀 我觉得 那你觉得生有什么 我觉得是赵医生 和邱盈莹 来包大凡 那个包包包包小包大葱 包大葱 包大葱 包大凡包大葱 包子吧 小包子 我跟这个 我女朋友安迪是一样的 把这个线索锁定在三个人 赵大夫 还有小美 还有邱盈莹 我认为是 邱盈莹是真的有病 然后她误杀了 曲萧萧 那么大家为了营造 一个谎言 美丽的谎言 然后就有了这些药物的分配 赵大夫就变得没有原则 要不就随便开了 我特别同意小关刚才那个美好的推测 我觉得这吃一次勿杀 曲萧萧的死 杀手我还是怀疑那个梅姐跟赵医生 因为他们两个最有杀人的机会 但她有可能是为了帮别人 对 我也觉得是 但是我觉得邱盈莹 应该是人格分裂 她跟曲萧萧做一个车 然后她伤到脑子了应该 然后她就变成人格分裂 她就是曲萧萧 对 所以她用曲萧萧的名字 一直在点外卖 回来还吃 她自己并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明白 大家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自己 因为是我误杀了曲萧萧 那赵医生刚开始开的药 是给我的 就是精神病的药 然后这个药 不小心让曲萧萧误食了 那以这个戏一开始 最开始的设计 就是我已经有精神病了 对 而并不是因为曲萧萧的死 我变成这样 因为我一直都有这个病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那刚才你们是跟着 观光的假设 才有了刚才那样的故事 但如果没有这个假设 这个故事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我可以承认 我现在有一点就是说 可能因为曲萧萧这个事情 我确实精神有问题 我可能会产生什么东西之类的 或者曲萧萧死我受不了 但是我依旧坚信我自己 我应该不是凶手 因为我丝毫找不到任何线索 是我杀了曲萧萧 所以我刚刚一直坚定的是 里有两个人 一个是凡姐 一个是赵医生 现在唯一的一个很bug的身体 不知道那个暴决怎么回事 叔叔 我觉得我有成绩 我们进入的到底是 谁的潜意识站住的比较 你是不是身体里有两个人 现在 是我吗 他就是曲萧萧 所以他用曲萧萧的名字 一直在点外卖 他自己并不知道 我跟你们说 凶手杀的是 潜意识里面的曲萧萧 感觉这个潜意识里的曲萧萧 是邱云萧里面分散出来的 看似是在杀人 其实在帮他 来 重情投票 医生 医生 还有我妹妹 哥哥随你走 我投凡胜意一票 我打算明年把你动起来 我再投殷勤一票 我把他动起来 把你俩都碰起来 我投赵医生 但是我另一个 我就是 我真的在想 这个游戏是不是这么大胆 让新人来做这种 杀手 对 杀手 关关和赵医生 对 因为他的分析 太准确了 我感觉 赵医生 跟 以后别想在我这儿开药了 赵医生跟 不是盈盈 不是盈盈 我也觉得不是盈盈 真不是盈盈 我跟你说 所以我真的觉得是 你一个姐姐 我 行 我觉得不是我 我还是坚信我刚开始说的 其实我之前还有 我有怀疑三个人 一个是赵医生 一个是凡姐 还一个是小包总 但是如果按照 现在这种节奏走的话 两个我投凡姐跟赵医生 我不是 我一定不是你们相信我 我虽然可能有病 但我觉得盈盈不会 不会杀了 我觉得反正赵医生 是在里面的 我选赵医生和邱盈盈 我投赵医生 邱盈盈 赵医生 阿梅姐 赵医生肯定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 你都被我冻住了 你往后看 你往后看 赵医生跟凡姐 邱盈盈那么多票呢 邱盈盈没有任何的动机 她没有任何的线索 你不能凭空想象出来 她是现在跳出来探长的 受伤 太小了 还带刺激呢 不要 为什么 邱盈盈 我胆儿特别小 许晓霞 好久不见 我是许晓霞 呃 不对 我现在是邱盈盈 分裂出来的一个人格 哇塞 我知道凡姐跟赵医生 一直在想办法让我消失 但是我不怪你们 因为你们是在守护隐秘 也是在完成我的心愿 邱盈盈 那场车祸 你无需自责 先把你推出去 是我的决定 我不后悔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的 好了 现在要说再见了 谢谢你们 也希望你们记得 我们永远都是22楼 最好的姐妹 我的天哪 我真的 我的天哪 寒毛都立起来了 我看到了 真的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他为了救你 他牺牲了 我都哭了 我认为今天看到的是什么玩意 那是被催眠后的我们的想象 对 干什么 大夫 都彻底清醒过来了 醒了 我们是不是该回病房了 都 漂亮 你们大家配合得非常好 秋小姐 秋小姐 她在一年前亲眼目睹了 曲小姐遇难身亡的整个过程 所以她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 导致她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两种人格 而且这样的状态 已经危及到她的生命安全 哇 因此 我好想哭 在各位的强烈要求之下 我用音乐催眠了大家 让大家进入到了 秋小姐的精神世界当中 当然 这样的行动 一定会 瞒住秋小姐的主人格 你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樊胜美啊 让赵医生 趁着给安迪开药的这个过程当中 拿到了精神类的处方药 并且把这个药 换到了维生素当中 成功地消除了 邱小姐的第二人格 这一次的心理交融催眠 十分地成功 而且邱小姐的第二人格 也完全抹除掉了 子 温暖走的 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够从此走出阴霾 拥抱新的生活 好 这个太好了 这个剧本厉害 这个剧本真厉害 我今天好想哭 我今天好想哭 天哪 不是 你醒了 我不知道 就是我落在前面我还好 但是我很想哭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又回到了好几年前的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 今天凡姐来 然后关过来我穿成这样的衣服 就是我现在我们都越来越好了 很难再聚到一起 然后忘了送五梅 可能再也没有了 但是那段故事我就一直记在心里 我就今天他们来了以后 我就变成了以前的那个小蚯蚓 就是蹦蹦跳跳的 但我一直都很知道曲耀肖出现的时候 她说她那场车祸 她保护了我 把我推出去 我就想到了我们五个人的友谊 就那个故事虽然我们天天打斗闹闹 可是我们第一次很在意我们的友谊 所以曲耀肖出来的时候 我就很感动 我觉得大家在守护我 然后姐姐妹妹们都在守护我 我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地温暖 就同时又很想念大家 想念《欢乐送合》那段时光 就特别地感动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尤其音乐一出来 我会觉得 就是你没有人是坏人和凶兽 大家都是在保护我 保护这个温暖的故事 所以特别感动 真的 我看紫文姐出来我就受不了了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剧本事 特别好 高级 好棒 就恭喜大家 你们三个太棒了 特别好 好温暖 特别好 绝了 你太强了 我觉得让她们极美 我们剩下人站在身后 好不好 我们合张影 好 好不好 这是我第一次玩 然后就很紧张 其实真的还挺怕的 跟杨迪一直都在商量怎么样 我们俩说后来就互踩 结果她不舍得踩我 因为我总觉得 我们一定是在做一些什么 好事 善事 对 我们明明是凶手 但是我们一直有个暗线任务 就是一定要保护邱盈毅 不管多小人分对她 我们都不能惨她 要一直保护她 汉长如果是凶手 我跟你们说 你听我随便说 我跟你说你一定有问题 你不管 你不管我有没有问题 我给你分析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梦里面她被人用毒杀了 现实生活中 她已经死了一年了 我们现在找的是 梦里杀她的凶手 赵医生跟盈盈 我不觉得是盈盈 我是在保护一个人 我们俩当凶手当的特别懵 因为很多线索都指向邱盈盈 我们还必须保护她 关键是她上一趴指向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委屈 我说 我从头到尾都在暗冲保护你 你竟然说我 我就好委屈 啥子 我们是不是后面的人比个心 好吧 哥 你那你桃 忽悠一下我们的这些女孩们 好吧 你也不你也不咋地 马上马上这样走 这样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我们的IP管理局 滋滋有味才能态力加倍 上蒙炭们最爱的巧乐滋 经典系列 内含大块巧克力 多重结构 层层美味 齐炫系列 甄选进口比利时巧克力 冰淇淋风味独特 纯正浓郁 高颜值高品质 翠桶系列 大中小尺寸 多种口味任你挑选 我特别推荐 姜壮奶蜜桃乌龙味大翠桶 边看蒙炭边吃巧乐滋 滋滋有味 真相比你想的更有料 太好吃了啊这个 喜欢吃吗 代演人 首先先感谢我们的三位飞行嘉宾 感谢蒋欣 感谢乔珊 感谢我们的李文翰 乔珊嘛 他叫乔珊 跟我忍不了打他 资金减肥挺成功的 三位飞行嘉宾说一说 来的感受吧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玩剧本杀 然后你们就这么大胆 给了我一个身份 其实真的 今天一直都是蛮紧张的 但是偶尔看到 大家都在踩 我就给一脚 挺好 但是也没有主动踩过谁 就主动踩过乔珊 帮人拿去 乔珊自己懵了 想难道真的是我吗 我晚来的原因 是我被催眠了 一切都忘了 其实前面我们不懂在干嘛 我就在那个玩游戏很开心 然后后面就有认真在捋这个事情 跟我第一次玩特别像 很认真啊 还是有区别 结果是有一些区别 区别挺大 但是我玩的最 就很温馨嘛 我觉得就很投入听 最开心的一天 我也是第一次玩这种情感本 就之前玩的都是那种恐怖啊什么的 就挺不一样的感觉 以前喜欢玩恐怖的 对 偏向于恐怖一点 酷 我很开心今天 我看到咱们IP管理局 晚上到现在能坐这么多人 很舒服那种感觉 我就是一个要 只要大家开心 我就很开心 我能给大家带来开心 我也特别的开心 酷 三路 今天这剧本我觉得是写得挺好的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案件 里面又有着 另一个人对自己的闺蜜的 这个逝去的一个思念 还有情感 而且两条线编织的也很好 我觉得挺棒的 真的 通过这几期之后 我就是越来越发现 它可以最后总结到一个情感和温暖 特别今天我是真没想到 又一次震撼了 我上一次是小欢喜 我刚才又差点要掉眼泪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姐妹情 还有就是友谊 还有这个人间不过就是一个善子 很触动我 哭 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剧本 这个剧本我为什么说的好 因为我相信他生活中 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每个人心里都有伤 他需要 这些周围的人来帮忙的 对 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是后背 就像他这么大 所以我真的是 就是生活中有多一些这些阳光 照耀了这些孩子 让他们茹壮成长 让他们健康一点 让美好忽悠我们 往前走 我觉得我们未来的生活就是 一切向好是阳光的 我坚信 谢谢 谢谢 我们这次其实作为凶手的体验 也是跟之前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谁是真正的凶手 每个人都是怀着一份爱 在帮助 想要帮助的人 这个剧情的走向确实 非常感动人 在这样的剧本里面 当一个凶手 还觉得挺高兴的 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些 就是剧本沙结尾掉眼泪的 就是我一开始有点不相信 但是今天这个剧本 让我见到了剧本沙的真谛 对 然后刚刚我也差点掉眼泪 因为 对 大点声我听不见 因为我坚强 就是谢谢蒙探这个团队 给我带来了剧本沙不一样的观感 观感 那体验体验 会说话 我就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有被需要 然后有人爱 有被爱的感觉 特别特别的温暖 就是这个剧本让我体会到了 人间的真的感情很温暖 而且乔欣跟蒋新姐来我超级开心 我很久没有在一起了 而且彼此见到以后还是以前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今天一天特别地幸福 很快乐 特别开心 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而且今天我觉得他们两个表现得超级好 真的 我不骗你们超级好 而且你们融合得非常非常强 争气 真的 这真的是录道现在最聪明的嘉宾 你一句话把前面得罪多了 那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今天的金徽章 银徽章 我们今天把这权利给到邱颖颖 金徽章 银徽章 说实在的 我把金徽章给蒋新姐 因为她一直在保护着我 也保护这个游戏的规则 但同时还很努力地 就是在做这些项目 然后把我银徽章 送给我的好姐妹曹欣 好的 真好 不行 这个明天走了 我们没有办法 拿着吧 姐妹们 来 我们把新一块给她们 谢谢 好开心 很好 就不给她们 一个都别有 我拿不到 别人也拿不到 但是这个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把这个也留给你们 谁拿的最小 小宋 小宋了 我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的 有一颗呢 就交给杨子 你传承给她 让她下一把 就是再接再厉 当一个接厉棒 把另外一个给弟弟 弟弟拿过什么 她金都没拿过 没有拿过金的 叫姐姐 姐姐 送给你了 我叫你妈都行 哎呀 哎呀 拿回来 不 拿回来 姐姐姐 拿回来 姐姐姐 第一次上发言 第一次上发言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好好的帅哥就长了一张嘴 我把银徽章给杨子 好不好 泳泽冠军长着呢 加油 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 一二三 国泰家族 两者无主 好嘞 下周见 我们是美丽三人族 我是夏宇 我是夏雪 我是夏宇宝 你真不怕你妈管你 妈能管得了我 啊 哎呀 哎呀 Casey boy 哎呀 行啊 爸 哎呀 这是谁 我是你少年工作的数学老师 张老师 认不认识我了 IP错乱了 到哪了 2035年 我再仔细看看我 我是下雪 我是下雪 学生证 谁呀 朱少阳 2005年 你密的角落 2005年 秘密的角落 我刷院院了 我妈呀 哎呀 朱朝阳 他今天晚上会死掉 你快死了 你知道吗 奸贼 啊 妈呀 我是你妈妈 桃阳哥哥 救我 我救我 哎 哎 怎么又回来了 凶手 会破坏时空 真想要杀了他 我不相信你们任何人 送他 也有更精彩内容 等你发现 电视大屏看爱奇艺 就用奇艺国TV 参与萌探寻报计划 萌探推理计划 开启萌探资源 解锁隐藏福利 来爱奇艺玩小游戏 和萌探一起找到线索 走出迷宫 爱奇艺微博微信 搜索豆芽表情 获取萌探探案 同款表情 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 多语言字幕 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 萌状元家教机 大屏更护眼 家长实时监控 孩子健康学习 上微博 搜索萌探探探案 参与互动 助力萌探 欢乐探案 百度搜索萌探探案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急速模式上线 用百度地图 录制九句话 生成语音包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 来鱼罐头 看有趣明星专访 一贯创意 冠冠惊喜 探案太飞脑 来网易云课堂 卢飞飞记忆力提升课 等你来学 要旅游 找途牛 暑期出游 就选途牛 手机没电 用怪兽充电 探案时刻 绝不断电 感谢微博 百度快手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百度出入法 节点萨克 天音试炫鱼罐头 北京头条素绿 鱼老爷 美美娱乐 爱回收 取自娱乐 中华万里利 爱豆与您资讯 超级一型网 WiFi玩的钥匙 观众网 西半球APP 新鸟课堂 飞熊APP 卧音乐 小鱼APP 江西新闻 QQ群 英语超级粉丝团 WiFiAPP 防天下一只鱼 雷石温奥斗牛APP 独角兽APP 小语科技 想见你APP 大笔营夸克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班了 得嗨起来 嗨起来 老心生生与梦 世界只在你眼中 这四八方圆花 就在那 可可 你哪能够 这给我女朋友唱的 送给安迪 我要怎样 才能 娶到你呢 这是时尚的衣服吗 这跟时尚有啥关系了 这怎么这么套 这个扣一个 应该看不出来吧 这就是太过分 这个他们应该扣眼睛了 你对着镜头说 你是不是一个人盯着 我一个人盯 绝对错不了 你们相信我 我不变 你三个你两个好了 我不变 小心了那个扣子解开了吗 你们我们干啥 你自己看 你们公司有保安吗 有啊 拖出去 小宋找你老婆 小宋有没有很大的镜头 有吗 当然有啦 节目快播完了 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 不舍得 就这么两次 什么时候播完呢 沿逝杀金 我 先喝水 文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